要看全台湾唯一的韩芋庙 走台一县到屏東县内蒲乡 内蒲老街的旁边 这一串三连洞的庙宇 最靠里边最高的鹅黄色的建筑 就是专门拜韩芋的仓离祠 哈喽大家好 风言风语 今天来到屏東县的内蒲乡 内蒲乡这个地方 有一个全台湾的文医 它是唯一近似韩芋的仓离祠 别说你不知道韩芋是谁啊 韩芋韩昌离 是所谓的文起八代之衰 八代之衰之首 韩芋韩昌离 它据说可以保佑考生考高分 所以这个地方香火算是鼎盛 一起进去看看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芋 就被供奉在屏東县内蒲乡 被供在这间外观颜色很特别的仓离祠里 讲到韩芋 国高中课本应该都有读过它 韩芋的诗说是中小学生必读 你可能还记得 诗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或者也读过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不过此刻的风歌可能是有点早衰 韩芋的诗词当中最让我有感触的 反而是它在纪十二郎文里面写下的名句 是茫茫 法苍苍 而齿牙动摇 这是老花眼了 这些读起来 会让你摇头晃脑的古文 也是你一定都听过的经典名句 它们都是闻起八代之衰的韩芋 在唐朝中后期写下的传世佳作 千百年后的今天 屏东内谱苍离词的墙上 挂着一块块硬颗岁月痕迹的匾额 因为清朝年代的科举考试 高平地区的近视和举人 大多都是出自六堆客家庄 客家庄的文风鼎盛又会考试 昔日苍离词的私塾教育功不可没 今天的苍离词依然受到考生尊从 反正五败无波比 有败有保佑了 拜拜求心安嘛 每逢大考季节 各种准考证的银本就挂满了寺庙 颇有考前的紧张特色 有看到吗 有看到在昌离词大厅里面的墙上 满满都是准考证的银本和祈福卡 希望昌离先生能够保佑这些考生 金榜提名 学业大大进步 来昌离词参拜的信徒 多半是六堆和内谱当地的硬考生 每逢大考季节 尤其是大学学测之前 庙里面就特别热闹 墙上的准考证就显示 不管是大学学测啦 公家机关的高考铺考啦 警察特考啦 铁路特考啦 只要是有考试就会有考生或者家长来祈求保佑 保佑考生像客家的先祖一样 重进士 重举人 金榜提名 但是我们很好奇啊 远在唐朝的韩玉韩昌离 他跟内谱客家人有什么关系呢 哦 这背后的典故可能得牵扯到千百年前的唐代了 当年韩玉因为反对唐朝皇帝迎接佛谷 他认为佛谷的牌场太过铺张浪费 不但给人民带来负担 也造成了国家财政损失 所以韩玉写文章劝谏皇帝 可是皇帝的面子挂不住啊 一怒之下就把韩玉给吓放了 贬到当时很荒凉的广东潮州 没想到这位唐宋八大家之首 虽然在潮州只待了不到八个月 却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带到了潮州 他不但办教育 还在潮州写下了著名的寄鳄鱼文 企图驱赶当时蛮荒的潮州 那些庞大的鳄鱼群 韩玉下放到潮州 却让落后的潮州开始追赶先进的中原 所以广东潮州人就把韩玉奉为神明 在潮州普遍盖庙来祭祀韩玉 到了清朝年代 从潮州渡海来台的客家乡亲 就把故乡对韩玉的崇拜 一并带到了屏东潮州和屏东内埔 并且在清家庆八年 也就是西元1803年 在内埔老街上盖昌离祠 讽刺韩玉的同时开办私俗和教育来继续教化乡民 韩玉庇佑考生 从清代延续到今天 考生拿香跟着拜 考生的诚意韩玉应该都看在眼里 端坐在大庭里的韩苍玲 已经神格化的韩玉手拿着书本 两旁还有书童服饰 这种书香气氛很是特别 只不过信徒的香火太茂盛 韩玉神像被香火熏得满脸通黑 是黑哦 时间已经来到了21世纪 不知道韩玉对信徒拿香膜拜的举动 是该叫好还是该叫停 因为台北有很多大庙 为了改善空气品质 已经停止烧香烧纸钱了 如果苍离祠的香火继续烧下去 韩昌离的脸只会更黑 而且很可能比张飞的脸还要黑 更加的欧金欧金 主殿的右侧还奉似了韩香仙师 这两个都姓韩的神明 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没错 韩香和韩玉是同宗的熟职关系 韩香子是韩玉的侄子 韩香子同时也是八仙过海 中国神话故事里的八仙之一 至于位列八仙的韩香子 为什么会跟着韩玉一同陪似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要沾沾名人的名声嘛 因为人若出名就容易成为商标 旁人攀亲戴故来沾光 那是在所难免的 这就跟千年前的广东潮州人 以及百年前的内谱客家人一样 他们除了感念故乡 也感恩韩玉提高了潮州的知名度 更期待有名人效应的加持 所以他们都盖庙 敬拜韩昌离 这就是名人效益的同一个道理 有两百年历史的苍离祠 它鹅黄色的外观很显眼 远远看这是台湾唯一的韩玉庙 就显得更特别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 这座又老又独特的苍离祠 它却没有被列作古迹来保护 原因是1977年 屏东曾经遭到塞洛马台风的强烈袭击 当时苍离祠受损严重 但是在整修的过程里面 却没有依照原貌来施工 把原本的古迹整修成了新的样貌 就是我们看到的眼前这一栋鹅黄色的建筑 古迹整修如果整成了整旧如新 这个结果就是从古迹的族谱里面除名 这个结果真是叫人 叫人有点恶婉和叹息 不过苍离祠虽然从国家古迹除名 但是韩语的名人形象却依旧深植人心 每逢考季来参拜的考生和家长依然很多很多 而且临近昌离祠的内谱天后宫 这座1803年和昌离祠同年新建的妈祖庙 依然保有三级古迹的地位 依旧棒子昌离祠屹立在内谱街头 在这两个儒家和道家的大建筑中间 还夹杂着一个佛家的小小建筑观音庙 三连洞的寺庙连成了一线 形成极具观光价值的宗教建筑 内谱老街上短短30公尺的街面 有儒家、佛家和道家三个庙宇 你可以看到像我背后这个比较大的 叫昌离祠 它是属于儒家的 旁边这个是图书馆 再往旁边看 中间这一个看到了吗 中间这个小小的观音庭是佛家 再往旁边看 这是三级古迹属于道家的天后宫 如世道三家在内谱一起群聚 这也算是一个很特殊的景观 内谱天后宫非常有看点 之后不会单做一集详细介绍 有意思的反而是观音庙 这间夹在昌离祠和天后宫 这两大庙之间的小观音庙 它是日本时代盖的小庙 是殖民晚旗推行黄民化运动的产物 日本殖民晚旗要求去中国化 要求台湾人少拜中国色彩的神明 但唯一的例外就是可以拜佛教的观音菩萨 因为日本人也信佛也拜观音 所以原本要用观音来取代天后宫的妈祖 但是抗日胜利之后国民政府来台 妈祖才得以回轮天后宫 佛教的观音菩萨就退回 退到小庙里面去安坐 这个真是很值得万位啊 跟观音菩萨比邻而居的 反而是千年前反对迎佛谷的韩玉 我说历史真是造化弄人 千年以前的韩玉 他因为反对迎接佛谷 他不是傍佛啊 他只是反对迎接佛谷 所以他被唐朝的皇帝下放 便逐到了广东潮州 但是千年以后台湾的内蒲乡 却把昌离祠和这个拜观音的 也就是佛教的观音摆在一起 这是不是一种造化弄人呢 历史很有意思 内蒲老街上 佛、士、道三家群聚 远远看都觉得有趣 而观音庙夹在天后宫和昌离祠中间 三者连接成同一个庙体 这在全台湾实属罕见美 这表现出客家乡亲包容的胸襟 以及对传统宗教文化共存的美德 真是一个特殊景观啊 到屏东真的很值得过来走走逛逛 感谢你看完这支影片 风哥的风言风语 会继续跟您分享我对历史和时事的感触以及体会 喜欢我的影片 请一定要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同时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回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